为什么接吻时会主动闭上眼睛呢 是他们在幻想吗 不是的 人们闭眼接吻的真正原因是因为 人们在接吻的时候 大脑无法同时处理两件事 下面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这一科学研究探索了人类心灵深处最大的谜题 伦敦大学的心理学家Rail Holloway表示 当两个人将双唇紧紧地锁在一起时 他们的大脑会发现 如果他们在这种情况下 还要使用认知力来分析处理我们看到的东西 那么他们将很难同时处理这两个过程 同样来自伦敦大学的Polly Dalton和Sandra Murphy在实验心理学杂志 人类认知和表现中表示 人们的触觉感知 取决于他们在某项并发视觉任务中的知觉负在水平 这两名认知心理学家在没有对接吻之人 进行实地研究的情况下 得出了这一结论 相反 他们让参与者们做一系列的视觉任务 并同时让他们用手摸某些物品进行判断 研究人员们会记下他们的反应 这些学者们发现视野会覆盖触觉反应 这意味着人们在接吻的时候 如果他们的眼睛接收到的视觉信息变得更难处理 那么人们也将很难继续亲吻下去 Dalton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如果我们继续在视觉任务上分配太多注意力 为何当我们想要将注意力集中在其他感觉上的时候 会闭上我们的眼睛 关闭视觉输入会给我们留下更多的心智资源 方便我们集中注意力处理我们的其他感官输入的信息 接吻其实有很多好处 下面给大家介绍下 1.接吻可美容 一个热情的吻会使面部29块筋肉处于紧张状态 因此接吻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有效的锻炼方式 它能够使皮肤更加光滑 预防皱纹 也能够加速蓄力循环 或许接吻的效果要比使用各种护肤霜或做面膜还要好一些 当然 3.同使用护肤霜以及做面膜相比较而言 接吻的过程要让人舒服得多 2.接吻可麻醉止疼 内菲态荷尔蒙是一种很好的麻醉剂 接吻越有激情 人体就会分泌越多内菲态 一次接吻所产生的荷尔蒙达到的止痛效果 比麻菲的效率高200倍 另外 接吻所产生的其他一些有趣的效果和抗生素有关 在接吻过程中 唾液会自动产生抗生素 这同样也能产生麻醉效果 让人忘记伤痛 3.接吻可预防蛀 接吻可以预防牙斑和取齿 和牙膏作用相似 接吻可以刺激分泌大量唾液 唾液中含有钙和磷 能有效预防取齿 充满激情的接吻者不容易的牙引眼 此外 在接吻过程中 唾液的酸减度是中性的 也能预防牙齿疾病 4.接吻有助于瘦身 一个快速 浪漫的接吻可能要燃烧2-3卡路里的热量 而法国式接吻却至少要燃烧5-3卡路里 因为法国人接吻需要张开嘴 舌头进行接触 科学家宣布 要想达到减肥的效果 我们并不需要疯狂接吻 每天只需三个持续20秒的吻 就能让你达到减轻体重的目的